好 又传出疑似汽车爆冲的事故 一辆计程车在斗六虎车站前排班 等着要再客的时候 他车子才一发动 居然就冲向路边的护栏车头全毁 还差一点点撞到人 问讲说非常奇怪 才买半年的车怎么会爆冲 奇怪 煞不住 计程车排班地补车位 速度应该不快 但是这部计程车却高速直冲 撞到路边护栏才停下来 过程中还差点撞到路人 吓得他跌坐在地上 车子疑似暴冲 问讲也吓一大跳 他说车子才买了半年 结果车头几乎撞毁 安全气囊也爆开了 他因为紧握方向盘 手脚还因此挫伤 他说当时脚刹车才松开 车子就冲出去了 汽车原厂人员货报前来了解 至于是什么原因 造成这起事故 车主希望车厂赶紧查清楚 别让他蒙受开车差点撞到人的 不白之冤 记得廖文明黄总盈 云林报导 这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下车之后 感谢观看